念佛感应路,七,二念佛欲病,七,弥陀把千分之一的生涯奇迹给了隆隆。 编者,净土宗编辑部。 2019年8月15日,农历7月15中元节,于兰盆节,下午一点左右,外甥隆隆高空作业,不小心触碰到10万伏特的高压线,随即从一米多高的车上倒栽下来,摔到后脑,脑骨衰裂,从CT片子清晰地看到,大脑中线严重偏斜,左右脑对到一起了。 因颅腔内有大量淤血,便做了左部开颅手术,然后住进ICU,重症监护室。 整个下午,龙龙一直默有醒过来,大姐哭住给我打电话说,龙龙可能默了。 我当时正开车在回家的路上,一边安慰大姐,一边掉头往医院赶,一路上千百遍地念住南无阿弥陀佛。 到了医院,医生不让家属接近病人,我就跪在病房外祈求阿弥陀佛保佑这个善良的孩子。 病房内,医生们全力在为龙龙争取生命,病房外,大姐一家都哭成了泪人。 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,病房内依旧杳无音讯。 我通过关系找到龙龙的主治医师,打听龙龙的真实情况。 医生说,拔下呼吸机,随时会咽气,也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。 就目前的情况看,希望非常渺茫,千分之一都莫有,除非出现奇迹,即便醒来,也会留下后遗症。 听了这话,我在想,人活住到底为个啥? 好好的孩子,上一刻还活蹦乱跳的,转眼就生死未卜,佛说人生无常,真的一点也不假,无常随时随地与我们相伴,我们是踏住无常在走人生旅程的。 一天晚上,我陪大姐在医院过了一宿,大姐说,只要能救龙龙的命,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救他。 龙龙仅入院两三天,已花掉人民币六万多元,现在医院又欠费了。 如果最后落的人财两空怎么办? 人生真的太累太苦太无奈了。 于是我打定主意一心靠佛,每天沐浴更衣,摘戒礼佛,虔诚念佛,功德回向给龙龙的冤亲债主,有缘众生,祈求阿弥陀佛保佑这个孩子快快好起来。 毕竟他还不到三十岁,结婚才一年半,小孩儿才六个月,他这样常睡下去,我真的于心不忍,心有不甘呢。 京城所致,今时未开,历时十二天,龙龙睁开了眼睛,能认人了,又过两日,他能自己吃饭了,今天,龙龙已能独自行走,身体也没落下任何残疾,只是医生说,过几天才能开口。 两手虎口朋友被电打的两个乒乓球大小的暗红色印记,但完全不影响手指活动,前天老爷子去看他,临走时龙龙还挥手道别。 太神奇了,我坚信这是阿弥陀佛的护佑和加持,阿弥陀佛把千分之一的生孩奇迹给了龙龙。 太感恩了。 南无阿弥陀佛 朱若水公祭佛言整理2019年9月1日